主爱的弟兄姐妹 祝美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 八章十九至二十一节 首先请聆听这段圣言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 到他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 不能与他相会 有人告诉耶稣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 站在外边 愿意见你 他却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我这样称呼大家 是因为信仰使我们称为一家人 天主的家 与现实的家庭不同 天主的家 以天主的话 为生活的准则 以实行天主的话 为生活的目标 真真实实的 成为天主的儿女 借着今天耶稣的话 我们能够明白 只有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能够配得上 成为耶稣的真情书 这无疑是一个标准 现实的信仰生活中 我们会看到许多 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名义上是受过喜的教育 实质上 是没有实行天主的话 也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 更没有意愿 想要成为真正耶稣的亲属 天主的儿女 有的人可能也听过耶稣的话 明白教会的一些道理 却没有认真的实行过 犹如把天主的话 撒在路旁 石头地里 荆棘从中 接不住过失 如果您身边就有这样的教友 那么他很可能不会观看这个视频 而您看到了这个视频 也知道了 信仰的何学内容 就是听天主的话而实行 才真正是耶稣的亲属 天主的儿女 那么神父邀请你 让我们一起在生活中 实行天主的话 耶稣的教导 希望我们所接的果实 就是自己身边的人 愿意聆听天主的话 更愿意爱耶稣的教导生活 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做到做好 因为您就是愿意听天主的话 而实行的真情书 有一句话说 与其诅作黑暗 不如点亮一盏烛光 面对这个神迷茫的时代 愿您点亮自己 照亮别人 因为您是耶稣的真情书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